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中国在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之后 成功研制首款现代载人飞艇并取名祥云 昨天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首次低空旅游应用场景的演示飞行 这款飞艇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0个小时 最多可以载10个人 适合用在空中观光 应急救援 日常巡逻等等的领域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载人飞艇还有飞机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需要在跑道上助跑就能够直接垂直起降 虽然飞行速度是比较慢 飞行高度也比较低 但是祥云在旅游观光上是比热气球占有更大的优势 因为载人飞艇能够抵挡雨天 不像热气球的飞行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这个外表白白胖胖 长得像一朵巨大白云 穿梭在城市中的飞艇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祥云载人飞艇 这台飞艇星期四从中国湖北张河机场起飞 途经当地多个旅游景点 艇舱两侧设有观景侧窗 让乘客能以天空视角俯瞰美景 这台飞艇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适中时速飞行 让游客拥有满满的平稳感 偶尔还会有随风飘动的感觉 今天我们进行空中旅游线路的验证演示飞行 视为后续搏雷类类似的应用场景 及其他客户应用场景的飞行 奠定一个基础收取相关的资料 经过一小时58分钟的飞行 祥云载人飞艇顺利返航 圆满完成首次低空旅游应用场景的演示飞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